凌晨三点 我在警局值班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我的同事齐鱼打过来的 她声音急切 语气里带着一丝不一察觉的慌乱 罗姐 有人报警说 在锦绣花园附近发现了一具女尸 疑似是十年前失踪的女演员魏春苗 现场群众过多 请求支援 终于 你的尸体被发现了吗 我挂掉电话 长舒了一口气 我和几个同事到现场的时候 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 一个二十多岁 穿着暴露的姑娘 哭哭啼啼的坐在警戒线的中心 怀里面正抱着一个骷髅头 放在地上的手机 还在开着直播 我钻进警戒线 大致扫了一眼 上面的话语 多少有些不堪入目 通过从同事那里得到信息 我得知 这个姑娘是一位看闲主播 说是这个分类倒也不准确 她更像是一位擦边女主播 半夜穿着低胸的裙子 一些所谓的闹鬼圣地直播跳舞 此时她一身红衣 一手捂着胸口 另一只手抱着骷髅头 疼乱的头发粘在脸上 看起来像极了恐怖片里的女鬼 旁边的奇雨悄悄对我说 罗姐 如果说信息没错的话 她是女演员魏春苗的亲生妹妹魏冉冉 她姐姐失踪了十年 没想到再次见面 竟然是这种状态 一是受不了也是正常的 我皱了皱眉头 心里回想起了十年前的那场 惊动整个A式的失踪案 风头正盛的女演员魏春苗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 请了三天嫁出去旅行 从此后杳无音讯 一个月后 家人收到了她决定 离家出走的短信通知 而她最后一次被目击出现 正是在云山公园 也就是这片烂尾楼的前身附近 目击者是一群来旅行的大学生 他们说她当时的状态不错 一个人出来游玩 心情很好的样子 甚至喊给他们和了赵签了名 只是她当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让当时的大学生耿耿于怀 她说 我已经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这一切都会结束的 警戒线中央的姑娘 终于停止了哭泣 她双眼通红的 把骷髅头交给见识人员 像是才意识到 自己还开着直播 赶紧关闭了手机 此时 已经有不少人 把她的直播录屏发到了网上 警戒线旁边围绕着的群众 也越来越多 锦绣花园是一处烂尾楼 在A市 这种烂尾楼几乎是随处可见 七年前 国内知名开发商胡佳集团 买下了这片地 并盖起了锦绣花园一期 不过没几年 胡佳集团破产 开发商跑路 这片楼也成了烂尾楼 平时 除了流浪汉之外 这里根本不会有人来 抛尸在这里的原因 也是这个吧 我喃喃自语 姐 你在说什么 奇雨奇怪的看了我一眼 怎么就杀人抛尸了 这不是还没确定 是不是杀人案的吗 我回过神来 回到 当年我师父也查过这起案子 他当时的推断就是 魏春苗是被人杀害了 哦 好 罗姐 他心不在焉的回答我 手里的笔记本 不知道在记着写什么 尸体是在B洞的地下室发现的 这边七年前就已经废弃了 同时被发现的 还有一部被踩碎的手机 技术人员说 好像被盐酸侵蚀过 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现在已经送去给技术部门鉴定了 我听到关键词 下意识摸了摸手机 摸到的却是今年新出的款式 也对 那部手机早在六年前 就被我销毁了 这时魏然然也整理好了衣容 她背上披着其余 给她防寒的警服 看起来娇小又可怜 警官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我姐姐 她指了指骷髅身上 穿的那一身烂布 这件衣服是我送给她的 我的家里比较重男轻女 虽然我姐姐成了明星 但为了给弟弟盖房子 和给我上大学 自己花钱很节省 我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出去打工 第一个月赚了两千多块钱 拿了一千多 给她买了一件巴黎石家的上衣 你们看一脚那里 是我给她缝的名字 她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你们也知道 我姐姐当时被说是香巴佬 我就想着能给姐姐 多卖几件新衣服 让她出去有面子 没想到她就出了这种事情 她说着说着 眼泪又要掉下来 奇雨连忙打住她 那倒是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要是说不对劲的事情 也有一些 魏冉冉突然正色 我姐的男朋友 那段时间突然办了出国的护照 而一年之后有个男的 在我姐失踪后 往我们家里打了好几个电话 确认我姐姐有没有联系我们 不过当时都是我妈接的 她很不耐烦地挂断了 我和奇雨对视了一眼 彼此心里都有了一个猜测 毕竟女朋友出世 男友是第一怀疑对象 审讯室里 一个颓废的中年男人 不耐烦地趴坐在灯前敲打着桌面 我说警官们 他魏冉苗是我的女朋友没错 不过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早在他失踪后 一年就结了婚 我两个早就没关系了 他就是魏冉苗的男朋友屈记心 曾经他是屈家的大少爷 六年前屈父被人举报贪污 屈家破产 屈记心也从人人追捧的富家公子 变成了流落街头的混混 去年还因为寻衅滋事 在监狱被关了三个月 那十年前你办理护照是为了什么 屈记心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们会问出这个问题 过了一会回答 我那时候M国有个哥们 在M国买了大别墅 说要请我们几个兄弟去那边聚聚 胡卫群啊 林孝徒啊 就我们那几个当时有名的二世祖都去了 警官 你们该不是怀疑我杀了那女的吧 他吃笑 小明星而已 不过就是个玩物 我要是想让他死 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 虽然已经穷困又落魄 屈记心却还像一只高傲的大鹅 过躁地叫嚣着曾经的荣耀 我按住旁边愤怒到要站起来 打人的旗语 冲对面的男人微笑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我们到您家看一看 屈记心有些紧张 眼珠子转了转 也可以 不过你要让我先打一个电话 另一边 我的同事们正在问询当初 最后目击到魏春苗的那群大学生 他们如今已经都走入了社会 找起来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那天是10月7号吧 他们七嘴巴地说 没想到走进一打招呼 他却意外的平易近人 有个女人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 在曾经的那张合照里 她还是一个活泼的女大学生 现在却已经是 有一点拘谨的家庭主妇了 当这种时间的流逝 具象化的时候 她多少有些不太适应 她是一个人出来玩的 对面的警察皱着眉头问道 对 女人确信的点头 因为她很漂亮嘛 网上不是都说 明星出门会带很多保镖吗 她身边也就有一对小孩 我想是当时公园里的小孩吧 总不能是女明星带孩子出来玩 那你认识这个人吗 警察把档案带领那张 皱巴巴的照片放在桌面上 女人眯着眼睛辨认了一会儿 才摇摇头说道 不认识 我没见过她 果然罗姐说的不对 胡卫群怎么可能和这件事有联系 警察小声说道 什么 女人迷惑地看了她一眼 罗姐我也不认识 我还要给孩子做饭 能回家了吗 旁边的人也附和道 警察看了一眼时间 就任由他们离开了 我和齐宇这时候正好从旁边出来 下午还要去魏家探访 上面对这个案子很重视 毕竟死者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女明星 上面要求我们在一周那几案 最好不要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 迎面走来的一群浩浩荡荡的人里 只见没手的那个女人突然冲我问道 我是不是见过你呀 警察大姐 我冲她摇了摇头 我不认识你 去魏家的一路上 其余都很沉默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整个人都有些不自在 我主动跟她搭话 这个平日里活泼的小伙子只偶尔接上一句 问她有什么想法 她也不愿意做的 只在下车的时候 她问了我一句 罗姐 十年前的十月七号 你在哪里 我拍了她脑袋一下 你小子 不会是怀疑我吧 我开玩笑道 我一个女生 就算我是警校毕业的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绑架一个女明星 也实在是天方夜谭了 把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我好好亲一亲 她性性闭了嘴 连声向我道歉 魏家离警局不远 坐车一个小时就到了 来迎接我们的是魏春苗的妈妈 她是一个身材肥胖的中年妇女 涂了厚厚粉底的脸上 满是不耐 我说警察 那小妮子死了就死了 跟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她像是护宝贝一样张开手臂 形容夸张地 用她粗壮的身体 挡住我们的视线 后面是她儿子的房间 来之前我们就已经调查清楚了 她儿子26岁还没有工作 每天在家帮人带打游戏为生 我的目光一向桌子 那上面摆着的是一张全家服 看纸张的颜色 应该很有年头了 魏春苗和魏冉冉都很漂亮 而那个被当成宝贝一样的男孩子 相貌就很普通 甚至还有一点丑陋 全家服里 她被母亲抱在怀里 两只小手抓着两个姐姐的胳膊 当年能说的 我都已经说了 她的失踪跟我没关系 跟我儿子没关系 女人目光倔强 满是肥弱的脸上 居然露出了一份骄傲 靠着那个死丫头的赔偿金 我儿子念完了大学 可是家里唯一一个大学生 我早就说了 当戏子没什么前途 尤其她还不检点 勾引人家导演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打断她的叙叙叨叨 没有证据 不要胡乱诬陷别人 被我劝告的一愣 这位中年妇女恼羞成怒的看着我 像是下一秒 嘴里就要长出獠牙 我的目光一直越过她 看向她的背后 她的儿子不知道 什么时候从门里看出头来 正紧张地望着我们 像是鼓起了勇气一般 她深吸一口气 对着我们面前的女人说道 妈 我有些话想跟警察说 女人只能不情不愿地让路 比起两个姐姐来说 长大后的这个男人 也依旧只有一张平平无奇的脸 一些紫色的痘痕 在她的脸颊肆意生长 警察同志 我 我知道一些事 他说 本来我也不想说的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个男人跑了 但是最近的新闻我看了 我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 十年前 是我们跟她出去玩的 这个年近三十的男人 痛苦地低下了头 对不起 是我当年不敢说出来 10月7日 19点32分 这么多年 我记得很清楚 我和同学拿了她给的钱 去餐厅吃饭 她说看见熟人一会来找我 没想到 那是我们最后一面 我对不起我姐姐 她一直对我特别好 如果说 我能再勇敢一点 告诉警察就好了 说吧 她痛哭起来 人的大脑 会把相似的东西进行分类 女明星的身边 会是保镖 世家公子 西装革履的管家 而一般人不会觉得 女明星的身边 会围绕着一群 样貌平平的小孩 那群大学生也是因为这样 误以为魏春苗 是一个人出游 门外的女人 听见了我们的声音 惊慌失措地抱起了 她的宝贝儿子 目光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深吸一口气 拉着奇雨飞奔出门 我怕自己下一秒 就会忍不住 殴打人民群众 离开魏家的车上 见识人员 对于内部废手机的消息 也来了 奇雨像是身体里 重新注入了灵魂 兴奋地拿出笔记本 开始整理 我对于手机的内容 没什么兴趣 只是又一次回想起 魏春苗弟弟痛哭的脸 如果当年他能勇敢一点 哪怕是告诉警察 魏春苗失踪的具体时间 一切都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真该死啊 但是我是警察 我的身份告诉我 我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 才能将犯人绳之以法 随着手机内容 一点点在眼前显现 奇雨的神色越发凝重 到最后 她的眼神又一次怀疑地看向我 罗姐 这部手机里 是屈家和胡家的犯罪证据 她一字一句地说 和六年前那个匿名举报人 发给中央的内容一模一样 所以呢 有犯人的证据吗 我直视她的眼睛 不以为意地说道 屈家和胡家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们要找到的是犯人 别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 奇雨有些失望的摇摇头 没有 里面甚至没有一点 关于魏春苗自己的东西 连自拍都没有 嗨 下午咱们要去屈气心的出租屋 时间紧任务重啊 她叹息 壮丝无意地问我 姐 你有没有怀疑对象啊 有 胡家集团的大少爷 胡卫群 啊 奇雨显然是没想到 能从我这里得到回答 一口气呛在喉咙里 眼里满是古怪的神色 姐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只说道 先去屈气心的出租屋吧 我只是有一个方向 没有任何证据 而我们办案一定要讲证据 屈气心的出租屋小小的 很破 室内没有被整理过 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她胡子拉叉的 她在床上玩着手机游戏 很难想象她一个大少爷 是怎么忍受这样的生活的 见我们来了 她眼皮抬都没抬 只哼记了两声 让我们随便看 不要打扰到 她玩就可以 你不是说你结婚了 你老婆呢 我问她 她滑动了两下屏幕 小人摔死在了山崖上 她把手机一扣 懒洋洋地对我们说 跑了 我家破产的时候就跟人跑了 不过我和她也不熟 都是家族联姻 她摸了摸鼻子 鼻尖一层吸汗渗了出来 我跟魏春鸟也不熟 她这种阶级的女孩子 要不是长得有点姿色 这辈子都不会和我有交集 那你这些年 和胡卫群有联系吗 我问了一个无关的问题 没 没有 她赶紧否认 又一次摸了摸鼻子 你们也知道我家的情况 胡卫群和我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怎么可能还联系 人在说谎的时候 总会下意识有些小动作 她还不会隐藏 其余显然也看出了这点 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 那在警局 你那个电话是给谁打的 坦白从宽 你给我说实话 在我们的公事下 她终究是败下阵来 她说 这些年来 胡卫群这些年来 念在兄弟的感情上 一直在资助她 除此之外 却是一句话都不肯说了 你们也知道 那个女人之前 一直被胡卫群抱养 我也就是跟她玩玩 其余看向我 像是要从我的表情里 寻找什么蛛丝马迹 然而我只是摇摇头 示意她继续听下去 至于别的 对不起 就算是警察 也不能强迫我们说话吧 她闭了嘴 没事 谢谢你告诉我们 胡卫群和卫春苗的关系 你说的话 我们已经录音了 我笑道 顺便说一句 我找到了你十年前的出镜记录 不知道可不可以作为 你和卫春苗遇害案的 有关证据 不可能 她脱口而出 当时我们坐的是 胡哨的私人飞机 怎么可能会有记录 她猛地捂上了嘴 我微笑看向她 曲先生 我们怀疑你是 卫春苗遇害案的嫌疑人 现在请跟我们去一趟警局吧 曲记心说 当年她确实带走了卫春苗 因为卫春苗 一直在遭受 某位老板的潜规则 不堪其辱的她 向曲记心求救 曲记心同意带她 前往安国赞避风头 后面曲记心觉得 卫春苗不懂外语 是个很好控制的玩具 就将她锁在了安国的别墅里 锁了整整三年 直到三年后 胡卫群带走了她 后面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了 警官 人真的不是我傻的 她苦笑 她很信任我 我这几年家里破产 也算是遭到报应了 每天晚上八点 胡卫群就会坐上 前往安国的飞机 也就是说 如果要抓她 你们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她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知道是在悲叹于 自己无法逃离的命运 还是悲叹那个 被她囚禁了三年的卫春苗 就算是胡卫群杀的人 不知不觉把嘴唇上的死皮咬下 铁锈尾顺着喉咙 一路跑进胃里 火烧火燎的感觉 让我想吼吐 我想再看看那部手机 其余有些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明我白天还说 那部手机里没什么内容 我是说我想看看手机本身 我脸目 手下翻卷宗的动作没有停歇 其余 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必须再看一眼 胡卫群去见识科拿东西 我继续翻卷宗 另一只手在裤兜里 把邮箱里那篇全英文的邮件删掉 就算没有证据 我也一定要抓住胡卫群 对不起 我在心里默默向令人道歉 不一会儿 其余就回来了 他把手机递给我 隔着透明的档案带 手机被未酸腐蚀的不成样子的壳子 映入我的眼帘 斑驳的血迹 似乎昭示了他的主人遭遇了什么 我仔细检查着手机 终于在手机电池后面 看到了我想看的东西 十年前的手机 电池是可以拆卸的 如果说电池不好使 很多人会用力搓电池的两侧 将它继续发电 电池后的金属片上 刻着一个小小的瓶子 罗瓶正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他留下的东西在哪里了 我的眼睛亮的惊人 让其余都吓了一跳 我找来剪刀 剪开了电池塑料的外皮 在下面 竟有一小块干笔的皮肤 不知道是人体的哪个部分 但是很显然 不会是正常人受伤留下的 而是故意藏在这里的 DNA的结果要十多个小时 其余面色苍白 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面色阴沉 没事 先把胡卫群抓起来 你们没有证据 就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他是个很英俊的男人 成功人士气质 让他看起来更添了一份自信 其余焦急地盯着手表 就算他再催 DNA的检测 也不能马上拿到他面前 我爸爸给我在美国安排了工作 骑警官 罗警官 你们还是不要挣扎了 人 不是我杀的 他嘴角擒着得意洋洋的笑 你们没有证据 把我抓过来也是下策吧 你们没有退路了 可你父亲已经死了 我冷不丁冒出这一句话 他在今天早上六点半自杀了 在你们家暗国别墅顶层上吊 当天尸体就被你的鸡母火化了 我把照片放在他面前 微笑着说 胡卫群 你才是那个没有什么退路的人 胡卫群像是不能接受 焦虑地喘着粗气 终于 他像是无法承受这种痛苦 咬破嘴角 终是说出了一句话 他是自杀的 什么 我脑子一空 有些不知所措 谁知道这个贱女人这么疯 不过就关了他两个月 就用一把牙刷把自己捅死了 他妈的 我顶多就算是非法拘禁 他死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自杀 他怎么可能自杀 我目自欲裂 其宇按着我的肩膀 示意我出去 他来单独审问 走廊的地板很冷 我坐在地上 脑子里回荡的只有他是自杀的这一句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 其宇把他从不离手的笔记本递给我 默默从包里抽了一张纸巾给我 罗姐 这里是我整理出的真相 看看吧 真相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接受这个真相 我深吸一口气 翻开了其宇递给我的笔记本 2010年6月 魏春苗被经纪人带去跟胡卫群吃饭 酒局上 胡卫群侵犯了魏春苗 他带着昏迷的魏春苗 前往了人口买卖的交易现场 却不知道当时魏春苗已经清醒 醒来后 魏春苗联系上了身居高位的男友父亲 向他求助 却不知道他们蛇属一窝 此时很快失陈大海 魏春苗只能以身入局 暗中收集胡家的证据 2010年10月1日 支撑不住的魏春苗向男朋友表示了 自己长期遭受胡卫群的侵犯 但是屈记心和他的相遇 都只是胡卫群游戏的一部分 10月7日 魏春苗请了两天的假 在弟弟的要求下 陪同弟弟的同学去云山公园游玩 当天4点钟 魏春苗遇见了那群大学生并拍了合照 7点 趁着弟弟和同学们去吃饭的时候 屈记心装作偶遇的样子 并在车里迷晕了魏春苗 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安国 而他弟弟在得知魏春苗失踪的消息后 害怕担责任 向警方隐藏了 他们和魏春苗一起游玩的事实 也让警方失去了 寻找魏春苗的最好时机 之后的三年 魏春苗虽然被关在一国他乡 却暗中收集了屈家犯罪的证据 屈记心对他这个不懂英语的愚蠢 女人很放心 在最后一年 甚至公然把他放在他们的会议室里取了 他把所有的证据都存在了 那一部没有手机卡的手机里 这群人渣没有没收手机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手机的锁评是他的妹妹 他们要他无时无刻记住 要杀死他的家人 对于他们这个阶级的人来说 一如反掌 他在绝望中 留下了能扳倒那群人渣的证据 在2013年的11月 胡卫群突然来到了那栋别墅 对魏春苗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殴打 原因是 最近胡家的拐卖生意被警察狠狠打击 他怀疑是魏春苗告密 毕竟只有他一人知道这么多 为了更好地控制他 胡卫群将他带回了国 2013年12月31日 9年的最后一天 魏春苗偷走了胡卫群的手机付卡 给他的接应人发了最后一条信息 是这三年来他能收集到的所有证据 趁着胡卫群出门 他吞下了那部破旧的手机 被撑破的喉咙鲜血淋漓 在废弃的地下室 他用磨尖的牙刷扎进了自己的动脉 也毁掉了手机藏在胃里的证据 胡卫群害怕事情败露 延期了锦绣花园开售的时间 并将魏春苗的尸体 关在了冰冷的地下室里 后面的一年里 在匿名举报下 去家因为贪婚案倒台 被牵连的胡家 也因此收敛了锋芒 逃往国外 他是一只小小的飞鸟 就算被折断翅膀 也从没放弃过飞翔的勇气 我蹲在审讯室外 苍白的灯光照在我脸上 不知不觉我竟一泪流满面 庭审当天 我带着气不成声的魏冉冉 来到了现场 他是魏春苗唯一愿意出席的家人 我带他走的时候 他母亲的表情黑得像锅底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着 进了法庭就嫁不出去了 这个做着被世人所不耻的工作的女孩 今天穿得格外正式 不合身的黑西装 裹着他销售的身体 看起来有些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 胡卫裙在现场歇斯底里 癫狂地辱骂着周遭的一切 我冷漠地看着他 长期的精神压力 让他受得不成人样 但这一切都不如魏春苗 受到的千分之一 他以强奸罪 拐卖人口罪被判了二十年 而屈其心也因为非法监禁 被判了十年 评审的最后 他目光阴毒地盯着我 像是要生吞活剥了我 我不害怕他 一只暮年的老鼠而已 还不值得我恐惧 因为这十年的梦里 我已经无数次杀死了他 罗姐 魏春苗的那位接应人 是不是你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吧 评审结束后 齐宇站在走廊的尽头 突然没有来的转过身对我说 他的表情严肃 眼睛里面带着一个年轻警察该有的光 罗姐 我查到了一些事情 魏春苗本来打算报警校 但是他的父母 以不好找工作为由 让他报了本地的财快大学 而你是魏春苗高中时候的好友 在他失踪前的那段时间 他曾经去警校找过你 这些事情 当年我师父都问过 我冲他笑 小齐 十年过去了 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 你以前在打击拐卖专项组待过五年 我昨晚上对比了你破获的案子 与这起杀人案发现的证据里 有80%的重合 我也有一些当年没有问过你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知道胡卫群的父亲自杀 或者说他的自杀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没有回答 抱歉 我承认我在一开始怀疑过你是否是凶手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 几年前 是你帮我找回了我失踪的侄子 才坚定了我要做警察的决心 他没有再说话 只是向我敬了一个礼 转身离开了 伟生 被侵犯后 魏春苗掌握了胡家集团董事长儿子 拐卖儿童的证据 他是农村出生的女孩 家里重男轻女 哪怕是在大学期间被星探相中 成为了名造一时的女演员 家里面都没有人以他为骄傲 他自卑 敏感 被大老板带上饭局 被经纪人客扣工资都不敢反抗 可是在他失踪一个月前的那下午 他把一个摄像机交到我手里 那是他无数个被折磨的夜里 偷偷用藏在发带里的摄像机 录下的胡卫群犯罪的证据 他说 平平 我们现在太弱小了 胡卫群背后的人我们惹不起 我男朋友说 拍完这部戏就要带我出国 对不起 平平 我太胆小了 只能留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他那时候 已经因为父母和胡卫群的双重折磨 患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男友是他唯一的救赎 可是他不知道 这唯一的光芒竟然也是被伪造的 被男友在国外控制了三年 那个男人没收了他的手机和身份证 在语言不通的国外 他被关在别墅里 成了笼中的金丝雀 有钱人的玩物 在我进入警局后 胡家集团的少爷 从新闻上看着那一个个眼熟的 被解救的受困儿童的照片 又一次想起了那个被他遗忘的女人 他从国外把他带了回来 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月 想问出他到底知道多少事 又或者说把证据交给了谁 那群恶魔折磨他 甚至用他家人的性命来威胁他 一个月后 这位勇敢的姑娘在淋浴室里 用一根磨尖了的牙刷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说 平平你要答应我 等有一天你有能力解决这一切 一定要坚持下去你的正义 我能信任的只有你了 我问他 那你的男朋友呢 他目光忧郁 像是透过我在看什么东西 平平 如果我死了 你一定要找到我的尸体 我一定会为你留下证据 那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前 我不知道他孤身困于他乡的囚龙 三年前 我也不知道他饱经折磨的灵魂 在离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消散于天地 魏春苗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朋友 如果说我能救你就好了了 我不知道被关着的那三年里 魏春苗到底在想什么 只知道上高中时候不学无数的我 曾经被魏春苗这样一个太阳般的女孩子温暖过 在无数个放学后 他给我讲起他的正义 给我讲起他们乡村里拐卖妇女的事情 也给我讲起他的梦想 他从来都没想过要活着回来 他只是想告诉我最后的真相 没有他的隐忍和痛苦 我无法扳倒胡 驱两座大山 而就算他们倒下了 只要魏家的势力还在一天 我就没办法真的让魏春苗解脱 我这渺小的凡人 竟然也斗胆一山 胡卫群的父亲是他的继母杀的 我只是把胡家犯罪的证据 发给了他的继母 并告诉他 如果胡卫群的父亲不死 他们早晚有一天会被警察找上门 在极度恐慌中 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在老头子的食物里掺了安眠药 伪装了他上吊自杀的假象 并很快毁食灭迹 就算是曾经坚不可摧的胡家 现在看起来好像也脆弱的像鸡蛋 我替你报仇了 就算躺避当车 以后的路我也会继续走下去 全文完